对于关之灵 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 黄飞红之壮志灵云中的十三以上 当时的他美艳动人 只是后面经过一些事 绯闻缠身 娱乐圈关于他的新闻慢慢减少 今年他罕见参加我们来了 却持续引发网友的恶评 还有人故意在他伤口上撒盐 近期他在接手采访时表示 参加综艺节目太累了 以后应该不会参加 不由得让人对这位女神心疼不已 在我们来了里面 关之灵的表现确实不够好 与讲心相比显得有点放不开 所以网友揪住他的这个点 无限放大 在采访时他表示 自己没有放不开 而是性格问题 他不会讲一些话 让对方或者观众喜欢我 也不会特意的去讨好嘉宾 而作为香港有名的女神级演员 绯闻给他带来的折磨 无疑是巨大的 很多人挖出他的旧事 进行一番评论 他表示自己不敢看那个评价 怕影响到自己 如今的关之灵已经55岁了 虽然岁月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些许痕迹 但是他温婉的气息 却始终存在 很多人说 关之灵是为了洗白 只是如今经历了 这么多期节目了 关之灵的话题少之又少 也有人说 我们来了 最大的败笔 就是请了他 在节目中装 放不开 小编认为 或许真如他所说 性格成为他参加真人秀 最大的缺陷 而且经过前些年 对他丑闻的炒作 他远远没有当初的自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